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员围棋频道 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 第21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 这个是第二阶段 昨天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的杨顶星九段 战胜了日本棋手许家园 今天将迎来韩国棋手 深圳虚的上类挑战 好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 刘金八段 刘老师你好 小球你好 亲密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杨顶星之前已经取得 我们六年胜的好成绩 是的 那么在农心杯的历史上 就是应该是七年胜是一个记录 我们说之前曾经的韩国的徐凤珠 在取得个九年胜 不过这个比赛叫真路杯 对 其实也是参国内台赛 对对对 赞助商不一样 是 农心杯的历史上 我们的范婷玉 中国范婷玉曾经取得过两次的七年胜 这也是最长的年胜记录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的杨顶星 就正在向这个记录发起冲击 今天这个韩国棋手申真虚也是他们的副奖 现在韩国队只剩下最后两人大将 一个是申真虚还有一个朴婷玉 就是他们最厉害的两个人 那么日本棋手只剩下最后的景山玉泰 就是无论今天谁赢谁输 明天都将由景山玉泰上阵挑战 我们中国队形势当然是一片大好了 这杨顶星就是头一个上场的 然后就豪取了六连胜 今天如果再赢的话就要追凭范婷玉的记录了 就要七连胜 而且这个农兴碑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奖励制度 就是五连胜之后 是三连胜 三连胜是吧 三连胜就是奖励三千万 不是三连胜以后就是获得一千万韩米的奖金 获得一千万韩米 每多赢一盘再多一千万韩米 原来是这样 这挺合适 当然这个是税前先说清楚 他就是现在三连胜获得一千万 然后后面是六连胜 现在应该是他已经就跑 别的不说有四千万的年胜奖了 那这个很厉害 当然这个对聚费是另算的 就是另外有对聚费 对 不过四千万的不是人民币 也不是日元 这跟大家说清楚 要不然大家想想这棋也太大了 是吧 确实这个农兴碑呢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 因为这个是虽然说是世界围棋团体锦表赛 其实就三个国家参加 到目前为止 韩国队的冠军数是最多的 我们现在第21届 韩国队获得了第12届冠军 然后日本队拿了一届 我们到现在是夺得了8届 就是是最近的记录 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后来也沮丧了 对对对 就最近这几年中国队拿冠军的次数 明显是要高于韩国队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我们在数量上是不是也可以超过韩国队 对我觉得只要这个比赛还存在 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应该是能超越韩国队 没错是这样 好我们先进入棋局吧 然后慢慢的跟大家说这个农兴碑的故事 好的好的 今天是深圳旭来挑战 然后经过拆先是深圳旭的获得了黑棋 因为这个是三国 所以每盘棋都是重新拆先的 对是每盘都拆先 然后因为这个比赛是韩国的农兴赞助的 所以它的规则是黑方贴六木板 对对对 所以拆到黑棋的相对来说会有便宜一些些 便宜了一幕棋是吧 对对对 都是感觉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这个AI分析胜率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七木板 就是三有四分之三子的胜率 对按照中国的规则 对是的 如果说白棋差不多的话 那可能就到后面的话 可能就领先一点点 白棋差不多 对就是说如果说他白棋胜率差不多的话 那不是白棋转一幕吗 黑棋转一幕 黑棋转一幕 对对 就是应该是胜率 如果说白棋百分之六十几 其实那个棋应该是差不多 是黑棋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 弄反了 看来是错小木 对这个森森序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一个年轻棋手 00年出生 对而且他现在一个等级分应该超越朴廷环 他跟朴廷环在韩国国内本土应该是两位是就是你上我下的 对对对 就争夺那个等级分第一是可以说相当的激烈 是一种交错的状态 对没错 而且这两位棋手也是韩国听说是最用功的两位棋手 而且对AI的那个研究也颇深了 对是的 没错是这样 但深圳虚呢他们说他就有一个可能也是比较年轻吧 就有一个问题呢 可能心理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心理上会有一些波动 对他们因为听说韩国国家队还本来想还要给他请那个心理医生来帮助他 因为他在有几次的世界大赛中尤其是特别关键的时候 对尤其是去年的天府杯决赛中输给了陈耀燕 那个他应该是那个心理上那个压力 他应该导致导致他的技术后来有一些市场 就是他的实力其实已经到了 对他的就是说平行而论啊 就是咱们中国肯定现在这个整体的成绩肯定是胜过韩国队 韩国队就是朴婷外和深圳区是两个人呢 就跟咱们中国的顶尖那些内批 包括柯杰啊 包括现在上场的杨顶星啊 他们其实技术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的 但咱们中国的一大批人 主要我们人太多他们只有两个人 是的 他们压力有点大 对所以说心理那个压力确实是需要辅导一下 守了一个无忧角 这个现在还来说呢 就是可能啊可能相对来说少见一点啊 因为是在AI推荐的一般都是这种大 对对对 要不大背手脚要么是跳耳手脚 是的 但是这个呢也有 如果说有甚至于说有些偏差的话 那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 没错 忽略不计 嗯 然后白希 白希这个时候当然高挂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经常有的 嗯 不过就如果说这边是大飞或这样的话 这高挂好像显得更常见一些 嗯 这会是低的话呃 如果再来的话 黑希脱退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呃 黑希坚实一点也是黑希所 想这么去呃 去布局的一个一个东西吧 嗯 嗯 现在高挂呢 一般黑希都是脱退的 嗯 嗯 看到高挂就先脱退 就觉得这个实地先拿到手里 心里很踏实 好 嗯 就是说在高挂的时候 嗯 人类是很喜欢脱退 对对对 像AI也推荐是脱退 对是 那么可见我们人类之前那个 维系技术呢 其实自己研究的也还是可以 对吧 虽然这个咱们现在人类水平比不上AI 是 但是AI还是很 我觉得还是在人类的这个大量的对接里面 还是借鉴了很多 对是的 好 对不起 小飞一下 对在这个局部呢 就是白希低挂的黑希通常呢 反正也有好几种下方 比如说加 加七 无论是二线高架 二线高架 都是都是有的 那么呢 还有一个是尖顶 是的 这个呢 也比较比较常见 嗯 然后这样 这样也是很坚实 不过呢 大家 比如说现在白希 白希接下来 再怎么怎么下来 然后 不太清楚 不就算猜一个呢 可以看见这个图呢 就是白希相对来说 比这个比黑希脱退的 可能要好一些 嗯 那毕竟是黑希多 多过去了一路 而且这个脚好像感觉 对脚像将来以后 这如果有逼住的话 这边还有 有一些味道 有一些味道 对 什么点断起发的 这厚的时候 会有一些味道 别的不是说 将来就算这一粒 这个粒应该是 最眼见的 对 黑希不离的话 这就跳进去 这脚还是很大 那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形状 这个地方将来 白希地呢 其实冲起了 也就是一个关子 白希也生不进来了 嗯 这棋呢 是这样 就是说 我看尖顶比较多的是 这种新小木的情况下 尖顶的 特别 特别多见 就是大家瞎的很多 嗯 当然有可能是 黑白棋反一下 就好像是那个样子 对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呢 也换一种角度说 就是其实现在布局呢 就是其实手 变化也是很多端的 选择也很多 没错 也不能说 当然了 我就是咱们建议爱好者 还是说下自己 喜欢下的那个变化就好了 不要是一位呢 去模仿这种 AI的下法 或者是职业高手的对局 因为他下完了之后呢 他知道后面怎么进行 但是你都知道 你至少要挑一种 你接下来比较熟练 或者说你接下来知道 应该怎么下的布局 这个对你比较有利 对 挑自己喜欢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实战 现在黑棋呢 是飞起来了 这个也是常见的变化之一 对 是的 那么通常在这个局部啊 白棋是 拆一手的 那么呢 因为是这边是 由于是无忧角 在拆之前呢 也可以考虑先尖冲一手 先试个运手 比如说黑棋要印一手的话 那么呢 再拆过来 这种变化比较常见一些 至于为什么要尖冲一手 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明白 这两个就 就比起这个单菜来说 它便宜在什么地方吗 那我们可以把它摆成这样 比如说高跳 现在靠上去 对 靠一个挺常见 但靠一个呢 一般来说黑棋好像 不太肯往下利益 它要不就搬这个 要不就搬上面 或者是往上厂也有 但是 现在可能搬下面的比较多 搬下面 对 昨天好像我记得就是这么下的 对 对 如果说黑棋要印的话 就像那个小球说了 现在就相当于是这种形状 白棋靠的时候 黑棋往下利 咱们倒过来看看 你可能觉得就不太合 对 那么对白棋这方来说 总是不亏的 是的 白棋 好像走到一下 总是觉得还不错 所以说在白棋监充的时候 黑棋在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也会采取拖先的一个应对方式 对 是的 但因为再硬的话 就觉得心理上被白棋便宜了 就像这样子的奇形 如果新卫小肺 监充这个 反正AI推荐是它走到这儿 可能大家觉得很难理解 说这一代 这个比较多 这个可能很难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AI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是贴这个还是爬这个 你都是被人家转的 对白棋可能大多数都会脱线 是的 而且它走到这边有它的道理 就是因为现在正好讲了这个局部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说它不怕白棋打下来 打下来你去贴 就是如果白棋藏下 那么这个纸 相当于是一个加基白棋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率先占了这个位置 当然还是不错的 大致是这个意思 对 是的 所以这个无忧角虽然是缩了一路 但是反正意思有点相近 我觉得 好 那么现在就是普通来说 你要先监踪再走也可以 或者直接拆 都是很常见的 是的 在这个时候 杨宁云采取的是另外一个下方 他下的手这个大飞脚在这 对 可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位洗手 其实就对AI的布局 就是现在的布局 应该是都是研究很透彻的 那肯定 都很用功 用功 那么白棋没有选择就是最常见的 那个下反 他是应该想要打破黑棋的这种 布局的构思 布局的意图 因为双方 我觉得两位洗手 就是在这种高等级的比赛中 这个心理的斗争 其实也是很重要 是这样 杨宁云的最新等级分 已经上升到第三位了 而且他现在的等级分的分数是 2685 前两位的是 就米玉挺是2700 而柯杰是2728 也就是说比他领先的并不是太多 那么这个比赛完了 他应该上2700 有可能 就有可能已经到第二了 因为他这个比赛完了之后 就像他的对手 都是像深圳虚这样的话 他是很有可能 就一下子就越过第二名了 已经只差15分 差的并不多 那么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12月份 公布的最新等级分 杨宁云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而且他之前 也已经好几连胜了之后 六连胜 他其实会下得很自信 我觉得 这个大飞就可以看出来 他一点都不着急 这旗下的 好 那么就是从理论上来说 就是白棋既然脱鲜了 那么黑棋应该是要加基的 对 要把白棋这个 对啊 白棋这个猜的这个点 给占据 这样才是一个 争锋相对的一个布局 一个态势 没错 是这样 实战呢 黑棋并没有 黑棋呢 点 好像说这个点33是 这个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好像你有个欣慰 我不把你33点了 都有点对不住你 那种感觉 这盘棋呢 正好是只有一个心 三个桥 只有这一个 没地方可点了 就说如果 黑棋要走这里 那白棋是 不知道 白棋好像可能现在 可能是飞在这里好一点 因为呢 为什么是飞在这 飞在这的原因呢 就是如果将来黑棋找到这里啊 那白棋当然可以现在交换一手 就这时候如果 比如拆在这边 那他跟这个小飞呢 就正好就 配合起来 是这样 就如果是飞在这 小飞在这边 那么这边拆起来呢 就好像味道显得不足 对 就往这边呢 也显得好像不如这个的 这么个 这个形状 这个充分 对 这其实这样 就刚刚看着这个小飞的时候 觉得挺奇怪 挺奇怪的 怎么是往自己 自己这个地方飞 不是应该往这儿飞的 然后再考虑 再这样逼过去 但是觉得这个骑行 被人家飞一下 是不是不太舒服 因为黑棋在这边 很厚实的情况下 这个往 逼得太 离黑棋这么近 应该是没有什么 好像不合适 不合适 因为这么近的话 应该是一个 想要进攻黑棋的角 或者威胁黑棋的角 但是现在现在 对黑棋没有什么影响 没错 是这意思 大致应该是一个 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就是双方各走各的 就是互为一盘大模样 是 对 吓得挺有意思 但是黑棋并没有这么去选择 而选择了 点33 对 一盘棋不出现 点33 就不像一盘直接对决 觉得很奇怪 今天怎么没点33 是吧 果然是点了 还是 好 挡这边 爬 飞 这个是 我觉得好像每次讲旗 基本上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点33 接下来一些变化 是 可能 我觉得大多数 我经常收看 天元围棋的 其实对这个点33 接下来变化 基本上也都是 不敢说那个 了如指掌 至少有 有很大的 很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和了解 对 所以呢 咱们就说 而且那个实战的变化呢 正好就是 在一个点33 里面最常见的一个 迎接了 就是黑棋顶的一个 对 挡住 再关 这一代呢 如果是说是 就是说 假如说黑棋飞的时候 黑棋如果直接选择下托的话 我不太确定 它会搬下去吗 搬下去是吗 搬下去就是 这个就不好说 不好揣测 但是这个增子 这是不有 还有增子问题 对 现在是黑棋增子有利 对 所以说白棋应该是不太会搬吧 应该不会搬 但是白棋如果按照实战的下法 也可以还原 但是问题不大 是的 或者它就脱线或者还原实战 都是可以 还原实战 是吧 还原实战的话 它脱的时候 它就长吗 还是 对 就是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实战 就是当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下板 对 就是一个是脱线 一个 当然像它实战这样 就是脱线 把你比如说走一个 对 在这 走一个 那么黑棋可能会打得立下去吗 这样 有可能吧 这样 这步棋也挺大的 应该是 我觉得 当然是一步大赏 白棋其实 也可以下 不过就是白棋 没有实战 没有选择这拆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担心这个下法 他觉得这个配合也蛮好 对 是的 而且就这个地方 白棋要走 心情不是太好 我觉得杨领星的棋 还是比较趋于视的 对 据我所对他的了解 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杨领星对后视的运用 是非常到位的 我挺喜欢看他的 一个顶尖棋手 对 是的 而且就我们所说 他的棋 情况厚重什么的 并不是说他谎 不是这个意思 对 另外两个 那是两个概念 他是对后视运用 可以说是 我觉得真的是 在当今的职业棋 顶尖棋手里面 反正不敢说 数一数二 前五名肯定是绝对的 所以他的等级分 能到达第三 而且就是说 我们排名前几位的棋手 你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棋 都有自己鲜明的 风格 是 就像米玉庭 他善战 而且他这个善战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善战 大家看他的棋 就知道了 说到这个 这拖还是 还曾经有个米丝飞刀 对 是的 很著名的米丝飞刀 就这种点三三 一个大型变化 引发出来的 对 连AI都没发现的 被米玉庭发现 对 而杨领星的特点 我们刚才就是 对视的运用 确实刘老师说 他很厉害 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想 这样分割型的棋 不是他的风格 我感觉 他不会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除了实战这部残 接下来 要不然就是搬这个 搬这个 是吧 搬出了 再断 断这个 对 那现在黑器把这个 对 黑器现在有可能会打这边 假如说这样的话 对 因为现在就会形成 一个这样的变化 打车 这个 这飞行 就算这样吧 嗯嗯嗯嗯 这个 针子 针得掉吗 我还没看 看一下 针掉了 没针掉吧 是不是看差了 看差了 好像针不掉 针不掉 你就飞这个 飞这个 可能黑器会可以脱线了 嗯嗯 也有可能 对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就等于相当于是 黑器转到这个这边来 是的 那么呢 黑器还拿到先手 嗯 但是硬一个也不差了 对对 他比如说在这一带 硬一个也是很常见的下巴 在这 对 但是我感觉像白器 就方向上反正选择白器 对 我觉得选择好像有点奇怪 不是说不能下 只是从方向上选择白器 并不是说特别的满意 是的 那这时候因为你在斑了断 黑器是不会选择这打 他可能是要选择打那边的 对 所以在白器要下这个定制的时候 也就是斑了断 这时候呢 一定要想清楚 黑器呢 黑器呢 你肯定是白器斑的时候 就希望可以打在这里 然后打在外面 打下来 对 是的 那么呢 这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 就不要怕 不怕黑器断吃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选择 嗯 那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变化 对 是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杨点心并没有选择 这个斑也没选择这个拆 还是选择长 对 然后黑器爬 黑器爬 好 好 那么呢 这个形状呢 就像 如果说刚才小熊说直接拖 对 拖的话 拖的话 白器直接退 其实 效果差不多 反正这两下 他谁都不走 对 但是呢 这差不多 也是黑器顶掉白器走 或者白器顶了也可以 反正我看他实战都是谁都不走 先放在那儿 先放在那儿 就是一个心情问题 但是就黑器顶掉了 黑器也不亏 那么跟实战其实结果差不多 对 估计他不太会摆下去 我觉得 对 实战下成这个样子 实战下成这样 这个呢 其实白器也是非常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的 就是可能因为是棋风问题 就是白器如果 就是像速度快 或者怎样的拆一个 那是无可厚非 是的 但是像实战这选择 因为他这边的配置 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黑器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位置 我就在想这个时候 黑器会不会考虑 因为他这个是大飞手脚 现在不是很流行 靠这个吗 但是靠这个呢 就很有可能还原成 昨天那盘棋的形状 我给大家摆摆 昨天吓成什么样了 就是昨天他是高跳的 然后他靠上去 靠上去 这边差不多 这边意思差不多 然后他是靠完了之后呢 黑器连扳下去 白器 呃 然后他是打了贴上来 对 嗯 这个也是这个靠的一个很 常见的变化 是他拐一个 然后他跳 他再飞了一个他再跳 我觉得这白器下的太合适了 这件就是不是一般的合适 这块好像显得很大是吧 他就不打算进去了 来到这里 这如果说就空被人家围到五路 那都是白器人 那这个结果明显这个选择有问题 是这样 看来邱老师还是其中的比较务实 这个还得看这边的配合 我觉得 因为一开始有这么下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配置 跟这边白器太合适了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选的时候 可能不应该这么选 因为一般是他跳到这里的时候 他藏完了档 他有可能底下是马上要掉掏他的 嗯 但是现在掏他的没什么把握 对 刚才他主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藏一下 藏一下 那些肯定要切 他是这两下交换掉 那么他这个档是先说 比如说交换掉之后 然后他跳完了之后 交换了 对 然后再淘 这是这样 就是推荐是这样的 但是这边现在人家已经这样了 你觉得合适吗 好像不太合适 我觉得 交换了这个确实是有点 有点风险吧 看起来 这个确实有点风险 而且就算 就算进行个苦活 好像外面这个也薄了 其实就黑鞋想得到外面的试 又想得到下面的实地 那么这显然是有点矛盾的 这是一开始 就是这边没有什么棋子 比如说只有是黑鞋的新位的时候 他是可以这样想的 当然我觉得深圳虚 他肯定不会这么选 就这一代 他可能进入是 进入 我直接很平淡的话 其实对黑鞋来说也没什么意思 好像不合适 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因为现在大产还很多 就是说既然白鞋没有走 黑鞋还是很想在上面加进 这毕竟是眼见的超级大厂 对 是的 农兴魏因为它不是一开始 就是 一开始是美方有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 它是可以有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肯定还时间很多 所以黑鞋可以慢慢的设计 这个局面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对 接下来这拆在哪里 这很重要 你到底是拆这边 还是拆上面 这就挺难选的 我觉得 好香 那么现在既然白鞋选择这杯鞋 那么黑鞋应该正常来说 肯定是要把这个加做 对 是的 这部鞋本身价值就非常大 当然了将来是白鞋可以拖三三 这个要想活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接下来也会留下一个非常大的大厂 刚才刘老师摆的就是这部 就是点三三之前 那他点三三之前 如果直接走这儿呢 白鞋有可能就手脚了 那么他觉得他可能先手把三三点掉了 这木树先达到了 还不错 还不错 是 然后白鞋尖冲了一个 这个 对 这个黑鞋 这个错小木就是手脚这么小 从心情上 白鞋总是想先尖冲一手 就是无论黑鞋怎么 如果要硬的话 那白鞋肯定就是先便宜了再说 便不便宜咱们再说 但是心情上是便宜的 是这样 他如果说 比如说肯贴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白鞋 要跳一个也行 对 我想想跳 因为现在这个形状不一样 而且这个白鞋外面看起来是还是挺大 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是还没有这颗纸 对 这个因为 这鞋呢是这样 如果说黑鞋贴这个的时候 白鞋上面没有紫的情况 靠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有这个下 如果说现在看起来会反击 这个黑鞋肯定是反击的 好吧 这个 丑老师力量太大了 我之前就被人家摆过这么下 我就觉得 好难受 我下就 他肩冲了我下 然后又靠了我下 我却下得很难受 因为当时的情况下 反击也不是很合适 看情况 对 就看情况 当然如果说这里有个子弹 我觉得靠有点过 如果说那个 你被人家就外面一靠的话 就是不太好反击 是 那这边这个贴可能有问题 对 就一开始的问题 背一贴背一靠 你就不好下 是 你这时候要不就推 要不就往下 好 对 好 他实在是这个样子的 就不太一样 好 但是深圳虚 他也不肯不肯就贴在这 这个从我觉得 从心情上来说 这个黑棋是一定要想到 去拖先进行一个反击的 对 是这样 而且我们在 这个讲这半期之前 也说了 深圳虚就是 就从他 不是说从他的那个成绩上 成绩上当然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内容上 就是他在决赛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心理压力会 会有些大 没错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上场 他肯定也背负了 很大的压力 因为那个对面是 做到六人胜的杨比青 而且他作为韩国队的副将 就是就想引起的那个心情 肯定是很迫切 我记得是上一节吧 还是就是 范庭宇七连胜的那节 范庭宇已经 两次 对 就是下一盘 他就对朴婷婷 他如果拿下 就直接八连胜 把比赛结束了 然后我头一天 我就在想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朴婷婷 拿棋子的手 会不会发抖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实在是 因为他背负的是 整个韩国 面对的是 整个韩国的亲密 还有舆论 不过朴婷婷 他之前 因为没拿世界 就是没 没拿之前 每大世界观景之前 确实说也心理压力 他现在好多了 这几年应该锤炼得 心理就明显比深圳区要好 而且年纪也比深圳区要大一些 然后当时听说 朴婷环在对范婷玉的前一天晚上 在网上跟AI大战 被狂砍了 不知道多少次 然后第二天 估计那棋就下的好多了 是这样的情况 各种各样解压的方式 好刚才邱老师也说 如果这棋 那是在新位的时候 是往这边走 那么这时候 如果是小木在往这边走 白蟹肯定是不会挡下去了 白蟹也是脱箱 他就不走了 他觉得反正走哪个 我都是吃亏的 我干脆不走了 就靠着这个 刚才我们说 觉得靠这个不是很合适 所以他靠到这 靠这个我觉得 他有他的想法 就是说最简单的 就是这种地方 比如说白蟹扳这个 对 黑蟹扳下来 我摆个简单的吧 对 这样 这个简单 这个断不断 断我就拐一个 然后再打回来 对 要断一下 那么这时候 再考虑 再走到这边的问题 他觉得这边 进行了这些计划 在这边再拆过来的时候 那么对白蟹西克斯的压力 就是完全不同了 因为白蟹是这么选择的 但是在靠的时候 白蟹还有别的选择 是的 想要这么选择的话 肯定要考虑到全局的 没错 职力的配合问题 是的 但不是说白蟹不行 这个局部来说 白蟹肯定是不会亏的 但是呢 就像我们说 这个大家下自己喜欢下的 那个围蟹 要下你会下 对 杨敏心肯定 这个就不是他喜欢的 一个格局了 他靠的时候呢 白蟹一般除了这个斑呢 还有外长的硬法 就是看 就看你想怎么下 这个长的话 配蟹就应该 这话脱鲜了吧 对 局部来说 再往下就 就脱不开身了 对 直接下的话 不一定有利 这个战斗对你 不知道你会不会正面作战 那么呢 就是黑蟹有了这个交换呢 这个将来这个 得失啊 依据后来 后面的战斗 才能判定 现在还看不出来 从这个本身 这两个交换呢 就是 谈不上谁贫 谁吃亏的问题 好像往外长 好像感觉上 是比较 中用一点 就很多人可能会愿意这么去选择 反正我挺喜欢外长的 还有一个就是扳这个 扳这个的话 黑旗应该会扳脚吧 对打尺 好像有点像还原了那个下方 对对对 打尺也是还原 打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打尺 然后它单扳是吧 扳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再跟到硬了 直接就拍回来 对是的 就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变化 这个如果跟着硬的被人家拐打之后 连扳并不见得好 对 因为是针子 黑旗能针掉 对是的 然后我们来看 就是就按照以前的下方 比如说这个打掉吧 这要不然有可能打不着 再办 对 这个时候白旗打一下 就接触 这时候被黑旗蒸掉了 然后这地方白旗还需要补齐 它得走一个回打一下 这个补在哪里就不好说 对 它有提到二路的补法 它骑在二路 这下有可能以后 关注 对有可能被搜刮 就是有点难受 你也不能这个不能乱打 这个打一下外面插手旗 对 这样就是会插一些关子 是比如说立下来 这个黑旗要提掉的情况 对对 点的时候白旗单架 对这样一个变化 嗯 单架的话 它是走什么的 就反正它就搬毡式先手了 对 而且它有可能会 这个会成为先手 哦 这个是先手的可能性 因为这就爬回来 对 白旗打车 接上 哦 白旗不是打车 白旗应该给单挡 是吧 给单挡 打车的话 它还有搬过了一个关子 哦 还有白旗最佳的关子 肯定是挡上这个 就是这一袋 对 那么黑旗这有先手的味道 嗯 就是插这些 反正你补在哪呢 都有你难受的地方 你补在这 就外面插一下 就是 对对 但是还是要补在吧 对 应该是 外面这个打还是很重要 嗯 那么就成这样呢 对黑旗能把这个纸扔掉 嗯 是这样的 哎 对 那么对黑旗来说 那当然还是 是可以满意的 嗯 没错 这些黑旗走到了 它想走的地方 本来它这个 随便搁一个 你也不知道搁在哪 而且搁在这 觉得挺无聊的 这一个人 这搁一个 也不见得 就把人家破成什么样 对 嗯 嗯 它实战靠这个 对 基本上白旗就是 一二三 三种变化 嗯 它实战选的是搁这个 还是搁这个 搁了这个 那么普通 就是普通的话 我觉得啊 嗯 刚才我们说搁的时候 就是说选择一个 嗯 普通变化 对 这个是简单一点 对 但是呢 我觉得杨宁欣 是不会这么选择的 嗯 我觉得他不会 因为刚才那个形状啊 就是我觉得不是 不是杨宁欣喜欢的 那个那个 那个根据 嗯 这时候他可能还是 要选择这个 要断打是吧 对 他就是断打的 断打的话 他不是这么想 断打的话 走成这样的话 就 嗯 嗯 要还原成 刚才那个 就我们刚才摆的 那个东西 但是这个顺序不一样 对 真是不一样 嗯 哎 这样好像白的 好吗 这样 白的 黑色是不是就打 打底下 尝一个就算了 对对对 他也可以这么选 那下的时候 可以灵活一点 这还不太一样 对 还不太一样 嗯 我好像没有见过 下成这样的 还真是 哦 那就是断的时候 白色可能不能断打 还是只能力啊 单力一个是吧 不是单力 他单接 嗯 差不多 嗯 那他这个要虎吗 他就可能就拐一下算了 拐一下抢个线手 那拐一下抢就被他断下 很难受 哦 也是啊 可能也是 就大概 可能就是这样 嗯 他还是超出我们的 超出我的预计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这鞋也挺多的 也挺 变化很多 我觉得杨丁丁 他不用选择 刚才那种变化 但现在 如果黑鞋这么下的话 嗯 好像似乎也要还原成 刚才那个形状 嗯 是 嗯 他实战是这样的 他实战是次序 是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他是断的 他断了一个 嗯 断好像我第一回见 是吧 断 如果说白旗外长的话 他就脱线了 还是怎么个意思 白旗外长的话 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下法吧 打这个是吧 再送一个 哦 是这样的 嗯 嗯 我打哪个 哎 这真是 应该是有这样的 你无论是怎样 反正他这个接会变成线手 嗯 嗯 这也是挺晕的 原来是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打这个 我打这个 然后就接住 接住那我就 你提反正 提哪里都不太舒服 我就不知道提哪里 反正我提一个吧 随便割影吧 比如说提这吧 这被打一下 那边可以再过来 我觉得这个白旗也不太舒服 可能就跟刚才那个类似吧 反正黑旗这有一点子 然后把它给拆过来 嗯 这肯定是黑旗的意图 嗯 嗯 这个 通过气质 当然 是的 嗯 不过这个棋 不 如果白旗就打这个呢 打这个太长 对再打这个呢 这黑旗 接下来 不你要接他拐吃的话 他一提他 黑旗应该亏了 就比刚才来说 哦 你是提掉的是吧 你要接吗 我又不知道 我很犹豫这件事情 提吧 还是提吧 提吧 就这样 提干净的挺好 提干净的 反正他外面什么的借用都没有了 那现在因为这个还不一样 拆大他们还有打入 这个好像黑白旗还不错 对对对 看起来 如果总是这样 或者是先打在这 这是实战应该是打 先打这里 嗯 打这里它是 对 黑旗也不可能去外头打 对啊 被白旗提 嗯 如果他立这个 这怎么也得尝一下吧 一这个 这好像好像白旗 是不是走哪里都可以了 最最傻的打这个 打这个我是怎么办 我那我也得尝啊 打这个也行啊 我觉得 反正不管你打哪个 我都得尝一下 对这时候 我不能让你提了 就相当于刚才我打的时候 你立什么 嗯 我就可以爬出来 嗯 爬出来了是吧 这还死的有点大 这应该脚上没有什么起啊 哦 这好像 原来它是可以打这个的是吧 对 嗯 这有点晕的 看得下 嗯 这样我觉得黑的不太好 因为扳扳不下去了 现在 嗯 它 黑气转不了身 主要是现在 嗯 就突然觉得这个 新卫靠的下法 原来有如此之多的变化 这个 不断我好像 就是说在 以前都是外搬的 是吧 不 如果有断的话 那是因为在外面都已经定型很多 想要 比如说你查过就火脚了 对对 它还有火脚的这种变化 那就是不一样 比如你看他打完 他可以断吃火脚这种变化 他都可以 可以这么选择 但是现在还在布局阶段 这个断 我反正是头一次见到 这如果说不成立 这一个局部 比如说夏成刚才那样的话 那黑气有可能要坏啊 对啊 这能行吗 这也不能说就取脚了吧 我觉得取脚肯定不能考虑吧 取脚 不能这样吧 这不行吧 这得长吧 这得长吧 这走完怎么下 我也不会 应该没有什么好奇 怎么走 这被爬出来的脚已经死了 这边也没有什么借用 人家头虎的高高的 我觉得这样应该 好像看起来黑气不太好 对 不太清楚 他这个 我打这边他会怎么办 不明白 他说不立的话 也没有什么起下 打的话他应该一提 对 是的 那这黑气怎么办 我这 普没有错吧 应该是 我这显示 反正就是靠完了断一个 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 这个回头还得问问 得问神真旭这件事情 那么实战呢 白旗选择打这个 他是打这个 那又还原成 那就还原成 刚才就是靠了斑的形状 靠了 就是靠了外斑 然后斑这个形状 对对对对 那就还原成这样 打赤 你下来 对这边这个打赤是要一个 反吃 对 先要借一个吊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 对 因为在这个局部呢 就是你要吃在这里 被白旗藏 黑旗就没有下一手了 黑旗的目标呢 其实呢 他是借助这边 肯定是要 要经受一些损失 但是呢 他可以转到这个下面来 没错 这是他的 在损失后 获得的一些补偿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次序 好 好 这时候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黑旗这边 有等等的先手 白旗呢 现在也不能轻易懂 而且这个针子应该 就一眼见上去 肯定是黑旗有利 然后白旗断打吃 断吃 这个是必然的 基本上是 对 没有办法了 对 然后一些单班 这个次序都下得 非常的 非常的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搬这个的下 是是是 搬这个 它是不是也有可能 直接连班 还是要过来先 过来打一下 直接直接连班 直接连班合适吗 不知道会不会转 会不会转换了 如果能直接连班 那当然是 这一下不打更好 它实战不是这么 操作的 它实战打回去 是正结 这不应该是 正结 对 因为你走到这 就算不连班 先拐斥一下 黑旗好像也还不错 对 黑旗方向也还不错 所以白旗这边 打回去是正结 打回去 因为现在如果黑旗接触 那么局部 白旗还是可以继续偷线的 对 你这长也没有用 长我就把这个提掉就行 这杀器你杀不赢 你拐它就接住 是 正好差一期 你不管怎么 你搬这个我就搬这个 你走这个我就搬站 正好差一期 对 那么黑旗如果说后手接 比刚才那个打四拔掉一个 对 那同样是后手 那么天差地远 那差多 那样的话吃掉一个纸 基本上这块旗就安定了 当然现在因为黑旗接的目的 因为是要先手它才能接 如果是后手 因为它现在上面拐车是先手 那么就不要考虑去接这个 然后拐打 那肯定是要跑 这个千万不能走在这里 走在这里被人家外面包住了 对 一定是要拐丝在上面 这差太多了 这一下 就再压 再压 就形成了一个 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当然其实之前也见到过这种 这黑旗就一通推 所以现在就是白旗这边的事被破了 就是黑旗走到这边来了 但是这边也起来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就 白旗这个怎么都被破掉了 它围棋是一个平衡的 没错 就是它失去了这边就会得到这边 尤其大家看 现在白旗这一路长的话 接下来下面这个档 只要有一个档 立马就起一个大快空 对 这跟那个模样和不一样 这是现实的 就是确定的实地 那是两回事 然后黑旗飞一个 这不是就压吗 它不压了 这个如果再压的话 白旗会拖先吗 先尝一下 尝它可能要提吧 对我估计它会提掉了 提但是我下面这半 这跑一个是不还是得打车 好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你要提这个啊 你这这边被这边被搜刮的太惨了 嗯 这半一个我是我赢的 接住接住 接住了那就这样吧 嗯 那黑旗再怎么走 再走一个是吧 暂时这个木树一下就小小了好多 但能颁告一下总好的 如果吃这个 嗯 这黑旗跑一下是一个适应手啊 嗯 然后再压一个 这个跑的意图呢就是得到这个是将来是得到一个绝对的先手 嗯 因为将来如果再跑的话可能有变啊 嗯 那么白旗提 那么现在黑旗呢 这因为这是松了气的 这时候呢 将来这个如果白旗扳黑旗断了 这个作战起来就是两回事了 嗯 对 而且这个扳变成决限了 对对当然是当然这个时候不要轻易先卖掉这个打啊 就跑掉了之后先别打 嗯 为什么呢 跟这有关系 对 就将来你这边没有用的时候还可以扳这个还可以low 嗯 还有关子问题 这个很精细啊 确实 对对对对 反正跑一下也不亏嘛 嗯 这跑一下挺好的 这个这个时候跑一下让白旗很难受 是假的 嗯 就根据它是印在这儿 然后再压这个是吧 是 是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这旗还是很想这样压的 因为你飞的话就显得有点松啊 嗯 这个白旗肯定不会再硬 没错 嗯 不过呢 可能加的时候白旗是我推这个啊 接下来黑旗 下一手该怎样 现在的旗都要强调要下得很紧 然后要关注 呵呵 深增序实战选择飞 那么呢就是这个飞也可以考虑将来 如果这个还是跑的还是打 对吧 对现在应该会打 因为旗的话它总是有些借用 没错 还是要打 应该是打的 打的话它将来这个线索的话 它可以飞下去 这可能是它的想法啊 就是我们只能去来推销 嗯 嗯 飞下来嗯 如果说将来这还有一颗子耳 那么呢 那就可能 那就跑了 嗯 对 这一打了一拐吃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味道 是的 是的 嗯 没错 是这意思 嗯 但是这个就是跟刚才比起来 就是刚才这一步搬 你就必须得赢了 对 加把白旗肯定得走了 对 这个呢 飞我还可以脱鞋 对 现在白旗肯定是不会往这边走 因为在那种下面还漏着风 是的 黑旗可以爬或者飞什么的 对 是的 所以下面是没有空的 就是现在唯空啊 就下围席啊 就是最机会什么呢 就人家上面便宜了 然后在下面再便宜 然后你发现 这走了几步了 没有木 就是被人家上面走 他下面也走的 这个是 这个效率是可以说是 不能在地下了 没错 没错 你只能让人家走到一边 应该是 你说是这样子 嗯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如果说你挡他贴 比较长的话他飞 那就没剩几目 对 这个我觉得是 深圳去下这个飞的一个理由 他觉得反正你也围不上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是这样 就是这一代的战斗呢 算是 就这个局部下来呢 高一段落了 算高一段落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靠的目的呢 他就是 他就要限制你这大飞呢 往两边的辐射 反正不是限制这边 就是限制那边 对 他现在是限制了这边 但是白旗那边依然是有一些发展 但是轮到白旗下呢 现在刚才这个压 他没有压 他飞了稍微 稍嫌松了一下 这松了一下之后 白旗就要出手了 我们看看白旗是怎么下的 这个他没跑 直接夹在这 看杨领星就下得很紧 他不会这么逼一个很松松垮垮的 直接夹上去了 让你没得躲 没得闪 这时候 如果说黑旗脱线啊 就现在像类似这种夹 就很不太好硬的时候 这被人家直接吃到这了 这可以先先跑一下 对 你现在跑一个什么 现在跑一个估计他 你只能吃 因为你提这个呢 他立下来 将来这个一块 他有拐 立下去 对 那我还是打吧 你只能吃 然后这时候考虑脱线 如果要脱线的话 先交换一手 比如说飞下来 看起来这个深针虚下的 还是不够细 你像这种跑 他就没有下出来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吧 他不可能看不见的 他为什么不下呢 他只是不愿意下 就是他实战选择 实战的时候 我们先看 他是立下来的 对 那么他这个就不用跑了 以后迟早是他的 那他立下来之后 反正我尝一个 你必须得提 对 那也不用跑 你来看一下 就是他实战立下来 将来这一跑 白气是永远不能提的 对 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 对 白气提掉 如果说你走到外头 这一拐 他粘上 我一立 你就进死了 进死了 打上他一点 当然这边是没事的 对 跟外面没关系的情况下 你不管走哪个 你都气不够 反正 你刚才不打 你直接收气 你也查一旗 反正是不入的 对 如果说他不想立了 那么那肯定会跑 原来是这样 对对 他就是要立下去 看来他有的时候 也挺挺刚的 那旗下的 不过确实 人家加一个难道不立吗 有时候有点故事 不过只能加一个 也确实咽不下去这口气 你不立 你下哪儿 就起 拖鞋 就跑一个拖鞋 就不走了 是吧 这个飞下来也挺大的 就干脆走那个了 飞下来将来这边有先手 很大 这边好像也会起过 那不许白旗就把这个吃了 你吃了一个后 黑旗就算往外走 是不是显得很大局 是 是挺大局 我可能虽然不管他需不需 好不好掌控 至少是一种选择 可能应该这么下 就起 是不是直接立下来 有点太刚硬了 有点刚 因为这个立 就是 可以想象得到 这白旗既然加了 那么呢 肯定是考虑到你要立 我怎么办 很明显的就是这一场一跳 没错 而且这两步其实只能这么下 最长一跳 其实黑鞋的这个形状 是会有点难受的 它在跟着 比如说压这个 那这白旗肯定要进了 因为它这个先手 就搬下来受不了 但是如果说有这两个交换 那黑旗就太痛苦了 那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在飞 你这不是路由吗 冲断我就挖一下 好歹先扛着 我实在是不肯 这样的话 我觉得太难受了 下的 不过 邱老师这个力量太大 我可能有点 有点勉强 我觉得 我觉得这黑鞋要进来 应该可能现在不会往那边下 那边即使是这么硬的话 那这边也进不来 因为人家这一带都是先手 不 现在要进 这个时候要进 对 竟然因为下面还弄到的时候 就正好让它这个弱脸要淡化 这个 除非它来主度 然后咱们就开始 就纠缠在一起往外战斗 这时候你再走 如果白旗肯定往这边走的话 可能就来不及了 就看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要动劲了 这已经没有路可以接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 就是 就是这个形状 反正从质感上 白旗是要常常跳的 对 很舒服 对对对 这会让黑鞋很难受 但是杨挺兴的下巴 让人很吃惊 对 他并没有 他是拆了这个 这个我觉得 就跳这个 他一定是担心人家从 直接进口 对 从哪里进 这边吗 有可能 进来就下面要你的主度 对 比如说你主度 他这比如说再往外走 那么因为有这个挖的手段 这个展示这个冲断是不成立的 你的往外跑 那他再交换这个 你现在不能不能冲这个 冲他挡上其实更不好 你这下不动 你不能断 对 不能断 那么将来被黑鞋虎 黑鞋的形状很好 但是比如说你往外跑 他就可以再贴一个线索 然后再往外跑 我就是大致地摆两步 就会发现就是 双方已经再纠缠在一起了 你不要觉得 我这个后视做背景 这个是不是后视还两说呢 然后人家挑进来 好像对 人家挑进来 其实不一定 你这块鞋很棒 这应该是杨立新担心的吧 我觉得这个战斗未必对白鞋有利 好像 应该是他担心的 不过呢就是他走完后 他拆回去也是很不错的鞋 对 就是说他本身呢 就是地方走一锁啊 拆边呢就是有一定的架子 是的 现在呢他走完后 将来还依然还威胁到 黑鞋这块鞋 就白鞋慢慢来嘛 不着急 这个真是体现 原来这个鞋 对没错 加完了 长一个往回拆一 你能想得到吗 确实不太容易 想到这步鞋 这鞋是这样 就是像往回拆了之后 他首先他先自己要站稳 对对 不着急 你这一块鞋 你始终是悬着的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演 对 反正将来往外走还是大 没错是这样 将来我收拾你的方法多了 比如说我往这 或者往这里带的 不一定 我看我怎么选 不着急 邱老师走 力量大 收拾的方式很多 就这意思了 然后黑鞋走了一个 他还是有点担心白鞋 对因为白鞋这时候 就你不走的话 就像刚才小老师说 或者是往外走 走在什么位置 它的价值都是非同小可 走到这边后 你看这边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 一个立体的东西 虽然没有完全成质地 但是它已经有非常 有很大的空间了 没错 而且这走完后 威胁到这块 威胁到这块的话 你将来你这边的任何的手段 你都要缩手缩脚了 都要舒服了 是的 非常大 另外黑鞋往外走 一个是防到白鞋往这边走 第二个还瞄到这边的大路 我觉得它这步下的还是挺好 挺大局的 是挺有用的地方 这确实 就这种中央的地方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在就是 你得预见到 就是将来人家会下成什么样 然后你再决定 你要不要往那边下子 那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 当初加的时候 白鞋黑鞋先跑来再飞 是不是挺好的 就白鞋打死你一样 还可以往外走 对吧 这可能就是 白鞋会多一些实地 但是黑鞋这边多了子地 它已经是这边的子 转到这边来了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选择 现在回头看的话 这个立下去 其实就是单纯的木树 因为它对白鞋两边 都不能造成威胁 不过可能是孙真旭 本来是预想白鞋 应该跳这个的 然后就杀进去了 对 它现在杀进去 对 我觉得它是 它立下去的一个考虑 就没想到 然后你一直往回拆 很冷静地拆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 孙真旭没有想到的 这确实 就加完了一场往回一跳 这确实不容易想到 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 都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我觉得会觉得还挺好的 第一感就是往这上跳了 对 不管人后面怎么样 这先跳一下多好 先跳一个 当然好了 就是人家跟着你硬 当然好了 但是我其实人家不会那么干的 所以他不吓得 这个心里的较量能看得到 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确实 好 现在黑戏走这样 对 这部戏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下一首他应该是 就白鞋现在看得见的时候 马上要挡 这个挡还是很大的 挡完它藏完你飞完它可以拐这么 是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刘老师刚才说什么 我给大家摆出来看一下 就是挡完了 如果它贴 假如说你飞 那么我就拐一个 这个旗形是当拐的 拐住之后脚上味道很多 比如说什么靠这个之类的 有点难受 反正看着 对 还有搬了家等等 搬了家 或者直接点 这是招太多了 看你这边怎么下 如果黑戏现在跳一个白鞋 就简单藏一个 一冲 就一断 现在得个立线手 是这样 如果你跳的话 就藏一个定型就行了 是吧 最简单的 再冲 一断 就是 比如说这样 对 这个只能贴 如果斑粘的话 被拐脚还有一个结 对 还有问题 有个结 现在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其实看着白鞋是很舒服的 对 你反正只能印到这边 对 但不太缩了吧 这个 你将来这一跳 还要在继续的气压里 好惨 这反正对黑戏来说 心情不太好 不管你印哪个 但是呢 现在 走完后 我觉得黑棋 应该是也考虑是要 往这边打入的 他这部棋的目的 肯定是要打入 真正旭 你没看 就是这盘棋的整个 这个目的 就是特别 好像急于求战的那种感觉 对吧 因为他很想赢下这盘棋 对 因为 支持力大 真正旭的力量 确实挺大的 因为他们的 计算 计算还是挺 计算又快又准吧 应该说是 我只能说是 近一年吧 可能是看他的 其实呢 就前面盘下得越来越好了 嗯 就整个的布局的架构 越来越好 就越来越注重市啊 中央啊 但是在这 在此之前 他是靠栗战出名的 大家都也知道这件事 力量很大 所以并没有改变这个本质 就从这番茎可以看出来 是的 就是一心想求战 嗯 对 他是想求战 他觉得他 确实就杨鼎兴 并不是以栗战出名的 嗯 不是说他没力量 只是说 呃 他可以选的时候 他一般不会跟你轻易动劲的 是是是 嗯 嗯 那么呢 就现在就是白棋现在有两个选 一个不打一个是要跑到这边打 对是的 嗯 嗯 那我们不着急 给大家留点全面吧 先思考一下 这其实接下来白棋要怎么操作 确实这个局面呢 也不是很容易操作的 嗯嗯 好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啊 世界维棋团体锦标赛第八局 啊 这个杨鼎兴 对 申真虚 嗯 刚才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黑棋在这儿跳了一个 确实很大 这部棋 对对对 嗯 那白棋接下来呢 在这儿跳了一下 行 啊 这个跳应该是 可能是将来黑棋打入的时候 嗯 会有所帮助 这个肯定黑棋在盖住 是的 呃 比如说将来 黑棋打的话 白棋可以靠出来 这有个子的话 这斑断 对对对 这些划会有 这边因为白棋有线手 嗯 有差别确实是 白棋其实也就是 做个准备工作 是的 因为现在白棋要往下面补呢 其实肯定是不太乐意的 嗯 下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地 没错 还是很想挡这个 它挡了 黑棋贴 对 居然没有长 它是飞的 哈哈哈哈 呃 这个确实有点让人吃惊啊 是 有点出乎意料 看来它还是很看重 就长了之后 它觉得被人家飞一个不舒服 是吗 是这意思吗 不长的话 黑棋肯定是会飞 嗯 然后将来反正再往下跳 嗯 这个白棋肯定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白棋这一拐 黑棋的也很不舒服 哈哈 这个长也很大呀 很大很大 确实 刚才刘老师摆的这个 进行这一系列的定型手法 就把黑棋压缩的空就剩一点了 嗯 关键是 主要是这边两字头 这一斑 黑棋这边也会起起一点 对 嗯 我只能觉得啊 嗯 我们就是来猜测 杨顶星这个意图呢 其实还是 就是要揪住这块黑棋 就让这个打入 就变得不那么严厉 对 就是如果长的话啊 就是飞下来 黑棋这样再走 这边一旦 就是很厚了 也都有眼了 那这黑棋就放开手脚就 就随便打 没错 是的 可能更注重的是这边 嗯 这个呢 他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便宜吧 可能是 哈哈哈 他这挡着一下 对 如果直接飞的话 黑棋就可能就 就这样 对 这下如果不交换 那他进来 这个木就全被破了 对 好歹挡着一下 挡着一下之后呢 你虽然能搬住他二子头 但这空将来能围起来 还挺大的 嗯 不过这 嗯 不过这搬着连搬着 好像这个白棋很难受啊 是啊 就觉得 也很大 就白棋就很难受的 就是 两边他总得放齐一边 反正我就 不能让你两边都走着 这确实有点难受 嗯 这样 嗯 比如说这边 这个二五班是 他的绝对先手 打住 再压一下 嗯 那 这好像 这这这这这得顶 这要顶吧 因为你说退的话 这个再冲一拐 就全部都把你 头给全都封住了 是 但是那这样的话 呃 如果如果黑棋三 黑棋当然白棋是不怕的 但是你直接打了长 我就觉得已经 直接打了长啊 嗯 我不知道行不行 这不行吧 这被二路断吃 打了立下去行吗 也需要算会 这打完可能有个靠 不立下去他就把你吃掉 能行吗 不知道 应该不行 可能不太行 就这还是吃了 嗯 那就断一个吧 就 可以白棋 白棋粘上是吧 嗯 就如果说这黑棋还可以先冲一下 嗯 这个 这个大概得挡吧 不挡反正也不太好 嗯 不挡因为你再走的话 他就因为他这个是线索 嗯 所以断你还是只能接回去 好 打住吧 是吧 还可以搬住 哦 这样被搬住 那太难受了 吓得 是吧 嗯 最多冲一下 对 冲一下 这样 反正黑棋就把断点全扛住了 是吧 对 这样全被包住的话 那肯定不不满意 我觉得 但是白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嗯 这包住其实这边还是有点味道 对 是的 但是毕竟是先包进去了 这如果里面再洗的话 也反正也不能洗成什么样 你最多就是破人家点空呗 这个外面黑市还是太庞大的一点了 看起来 而且这个这么厚了 这以后就还不随便巧 是不是可以先打一下 先打一下 然后呢 他打了冲不动 冲了打这个 不能提啊 被蒸掉了好像 哦 不行 被蒸掉了 正好是蒸子 还是冲不动啊 对啊就是冲不动 那没办法 好难受 那就说先 我这边先打一下 嗯 接上 冲的时候 冲这个 冲的时候是不是得往外跳 对 这得走一个 哎 这个变化就好像挺有意思吧 嗯 对它应该是有这样一个下法 反正 好像无论 冲了好像不能挡了 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无论怎样 反正可能不 很不想被黑器给包进去 反正就不能让黑器下沉这个样子 就搬住这个待会儿就冲一下 不能让你们全包住 嗯 至于这个次序怎么操作 那就具体得计算一下 黑器是压的 哦 黑器还是压 对它是压的 然后顶住 黑器冲了一个 哎 诶 这没有搬吗 它没搬着没想 这没有搬是会有变化 就是将来可能不见得搬得到了 是的 就是最简单 就是当说你如果再搬 它可能就下不成那个样子了 不它它可能就上面打一下 这边这都 这很危险啊 嗯 它如果说这样 白线不会硬了 对对 肯定搬不着了嘛 就现在 如果这样 转上 嗯 直接拍迟到这 它平时就跑 这两个不能死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形状 这很刺激啊 哈哈 确实 再贴 嗯 这反正是有点危险 嗯 我也觉得看这 这块其实怎么看 一只眼都没看着 对对很危险 嗯 它就这反正全是线索 长野线索 嗯 而且这它打两下也很舒服啊 待会压过去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要跑 人家打几下再兜过去 对啊 其实这 因为死了也有限 并不是 嗯 关键是人家走完后将来一打 也没什么样 全回头全拦住了 全拦住了还是 将来还是可以拦住 嗯 所以这应该是搬不到了 嗯 嗯 嗯 那它次序是不是黑棋下的 没有先搬到那一下 对对对对 好像应该是先搬一下 它 这个不走 要不然就 对就这样 先搬一下 这个时候先搬 搬到这个时候你大概不能脱险 不能脱险 这被飞进来之类的太大了吧 对对对 大概只有这样 那再压一下 多难受啊 嗯 你如果不想下成刚才那个样子 你就会想着 对 他实在先压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先搬一手 嗯 顶着 对 这搬不到了 是 搬不到再冲 嗯 搬住了 搬不到 莫非是先单断这个 嗯 他就是这么下的 他断了这个 对 现在当然 那还是白旗是可以用这样的下法 嗯 不过刚才下法呢 就是现在白旗这样下就是 嗯 会冒很大的风险 就是一旦 嗯 一旦真的是这杀不了 那么你下面 全摆死了 就是 目前很大 损失很惨重 嗯 嗯 白旗是能不能立这个 嗯 有可能 这是什么形容 这个 就打下来 打下来准备另一个 哎 这个地方白旗要不要先打一下 嗯 你是觉得现在打打不着是吗 我是觉得这个段会是什么结果 看不出 对啊 如果说先能打着 好像 那这个好像也没关系 这个时候先打 这个现在不打一个也没关系 这样 嗯 因为这打还是有损的 像将来就是如果有杀戏 把他自己拐 对啊 黑旗是打不住了 对 他只要这个段不成立就行了 这应该断就弯出来吧 还是跳 还可以跳 还可以跳 跳好像是 可以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嗯 这个好像有点也挺复杂的 黑旗如果这边有泽啊 嗯 这还有先跑一下 哈哈 看着有点晕 嗯 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的话 也就是把这个搬住 是的 那但是搬住的话 这个黑旗 拥部数差很多 而叉飞了 这些瞎人是 对对对 这拥部数差好多 那白旗也是可以选择 是的 但还是真的是 还是需要计算 嗯 这种地方就是局部的计算了 嗯 这里有个字 嗯 这时候段确实给白旗制造一些难题 哈哈哈 白旗是实战打吃这个 打吃的话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不会腻了 然后再打这个 它就不想被你包进去 肯定是不能下成这样 黑旗得断吃这个 而且因为走这个也是后锁了 对 走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它卷一下 它虽然有便宜 就是说刚才我们是这样的形状 将来还被搬住 但是呢 这个因为于事无补 白旗应该不是 黑旗这边也太 这个被供得太惨 这旗呢是这样 如果说现在黑旗想搬了 白旗用这招了 对 白旗要断吃出来 对 然后冲出来了 你现在像刚才那样不成立了 打了它提掉 你这伸不进来了 本来这个子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包打 它不能提 被蒸掉了 正好是蒸词的形状 所以它打在这儿 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 打掉就是不愿意被包住 对 你不能被你包住 这个外面 然后黑旗断打 它是提的 提掉吗 对 它是提掉的 提掉被打一下是不是 这两个子就小了 黑旗再打就不跑了 为什么不粘上是吧 对呀 它反正也包不住 反正外面也包不住 包不住 它如果说粘在这儿的话 那黑旗这也得接着下吧 这不能不下了 被人家立到这儿 那它目数好多了 是 它站在这儿跟刚才被击打一下的话 区别很大 对对对 而且击打这两个子不能死 对 反正这样 将来这一打黑旗斤 几乎也不敢跑了 这两个子它大概就打算不要了吧 估计 可能觉得是好一点 这时候就限时一点 是的 被击打了一下 这反正只能接住了 然后再拍吃 反正这时候再打黑旗反正肯定也不要了 对 这两个子就变小了 价值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它也不打了 它直接就 直接攻击 它是攻在这儿的 这是有什么挖的手法吗 有这个吗 这个就直接挖这个 直接挖这个是吧 好 那就把它挖断了 对 我本来在想 你直接就挖 这个黑旗战虎当然是不怕 它可以单接 将来有个挖的手法 不过那黑旗战虎好像貌似可以先气饮了 你肯定不能藏 藏它一冲挡不住了 对 只能挡了 那它先把这儿兜掉 这边就没有这个手段了 比如说接上了 你只能接住 不接住这边都没有意义了 对 没发功了 那么黑旗战虎再看怎么跑了 这边还有手段了 这个问题倒是不大 在这有可能会落空了 对 回头还得花一手气息 因为这暴奢也是一个不小的气息 巨大对不起 对 现在也要注意的是 白旗战虎这边已经有点损失了 是这样 对对对 确实 就是白旗就正常的起理上来说 这边损失一点 它应该这边走厚了 一定要对这边发起攻击 而获得一些相应的利益 来弥补上面的损失 但是现在如果一旦被跑出去 那么白旗 这边两个还没吃掉的 对 你这还有一手气没走着 就堕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攻击很难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滞孤 让你一块空 我宁愿冲进去活气 就觉得活气很容易 对 尤其想要杀职业洗手的气 虎一个接上 对 这部虎应该是先挖一手 因为你留着这个挖 就它这尖先手 这随时在尖先手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挖的手 那么黑旗是就有毛病了 这地方 它得还得先防这边 这种地方就觉得挖一个 应该不是很难想到的气 为什么盛政区他今天没有挖一个 他觉得损 他不舒服是吧 不愿意 因为白旗走的这个纸在这里 是有好处的 对 对这边有很大的好处 然后它还损了一木齐 我考验你一下 我看你接还是活是吗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你要接着 你这边对我差多了 你看 至少你看这边打了残什么的 这样 插了好多 那我肯定接着的 我认为拿挖断你了 他可能会往这边走 就是他在防着这个 要是我我也会接上 我先看 而且这个将来这个打入 有这个纸也差别很大 所以它是有它围栏的地方 黑漆小间 这个就是纯粹要防那边 它现在没有防住 对啊 这这不是还是一个挖断 这不是眼间就要断了 对有断点 有断点 现在是没有防住的 直接断是不是合适 现在肯定不太合适 不合适是吧 对不合适 它这已经有颗纸了 你这走完后它打湿打湿 这个还先手这一飞出来 这还下来 不一定好战 不一定好战 你以为这个好想把这个断开了 白漆大不要现在断嘛 就往外走 将来总是黑漆的负担 反正你总得补一个吧 你不能被我断开 是吧 总是黑漆的负担 不要着急 这种地方这是单关 单关要留给别人下 对 它左手将来总算瞄着这个断 除非你去说你断了 我就把它吃了 那你可以把它断 这种其实大部分 因为这地方它不想让黑漆 就比如说这一般 因为黑漆也连动不了 对 它没连上了 这一拐来说断车 你看这样 它这个骑行挺难受 就很难受 断车 然后接下来 不管打哪个都很难受 反正是 反正怎么都连络不上 还是有个挖 这个时候把这个头封住以后 这个挖你就马上就得补了 这总是黑漆的负担 那么这骑是不应该飞这个 所以刚才这个是吧 这个时候 这样 对 不知道 只是好像感觉今天的时候被它飞 好像白漆这个形状下来挺好的 对 这个头好像 骑行好像 好像出不去了 是的 就假如出不去的话 那它这个坏骑可能就要凸显出来了 嗯 嗯 现在 看 觉得这边不好跑了 嗯 改改往这边跑 嗯 飞一个 对 瞄着这个垂下来 白漆先压回去 他就是 他这个时候逼你不回去 对 你这时候下来不行了 下来他就跟到时候 马上要挖断你 对 这黑漆要跟白漆要比杀器 应该是比不过的 嗯 必须要防着这个挖 嗯 对不起 就是防着这个挖的手段 现在呢 说这个不成立了啊 嗯 他就打这个 长 挤断是吧 正好有点 接上 然后才单挤 嗯 单挤他接上是有有有 对对 扳死了 扳这个是吧 嗯 哦 那这可能黑漆这里要先走一下 嗯 这能走得着吗 看看这是不对 不是这 这直接冲断是不是就可以了 单冲冲断 嗯 对 对 所以冲断白漆是不是就死了 哦 还有这种 嗯 嗯 所以说现在应该是不行的 现在冲太长 反正就跟他走 走完以后 针子也不利 哦 对 我团这个是什么 团这个你长是吗 那我就下属一点 先把这个挤掉 哈哈哈 好吧 嗯 嗯 球老师力量太大 没有 我们未来看得清楚哈 嗯 这样看清了 这样看清楚了 这个不行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应该白漆是不成立的 所以现在不能挖 这个键 它这样 嗯 这个情况下 它是不行 单冲可以冲断了 冲 冲 哎 这时候在挖的时候呢 黑漆可以挤这个 刚才 对 现在还是不行 嗯 现在白漆先飞一下 对对 嗯 白漆先种一下呢 也是防止黑漆 所以万一不小心一冲 你把它中一两个只吃了 这个很大 嗯 现在呢 双方都 互 互防了这个地方 嗯 这边还有个冲断 对 黑漆呢 也也要防止白漆是直接给它弯断 靠一个 对 斑 断掉 断 这个下的也很好啊 黑漆这 黑漆不是说靠完后断完 叫吃在这里 而是藏在这里 嗯 这个地方下的还是破的 是的 不过白漆这个蟆呢 也是 挺舒服的 很强硬 嗯 是的 也要冲断 现在呢 黑漆呢也就顺便 一手蟆要把这两个断碟都要补掉 嗯 它糊在这里 糊在这里就是 如果说 嗯 无论你将来怎么补完 它将来这一几 就是一手蟆就可以全部补掉 嗯 反正就左右都连上 对左右都连上了 全都连上了 对 这是黑漆的目标 那么呢 等捕到这里 头也算出去了 嗯 它就飞到这里 对 比这边那个形状要好很多 嗯 它这个走完了 这也可以冲断它了吧 现在不走的话 它直接团一下是不是 团这个 对 两个断点吧 你才能走断点 对 无法兼顾 所以这个黑漆要补 反正总是能把你断掉 对 它主要是肯定比拐到这里要好 嗯 是的 那么可以说 这边也暂时也告一段落 嗯 就是白旗从 这付出代价后 一手蟆开始攻击起来 嗯 嗯 其实啊 收获并不明显 对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之前白旗还是顺风满烦 嗯 还是有一点小小优势的话 这时候应该就是 形势应该就变得比较 差不多了 我觉得嗯 嗯 就其实这个时候呢 其实双方还是属于一种差不多的状态 对对对对 这期呢 依然是还是路还是很长 还是很长的嗯 所以这攻击确实很难 你想从攻击当中就是占到很大的便宜很不容易 嗯 如果我们看白旗攻了一串 其实这部棋依然没走着 没走着嗯 就是很大的这部棋一直强调 就白旗如果说把 比如说把这儿挪一手棋在这儿 那还是挺有收获的 问题是没走着 那你虽然走了一串 但是没有走着实质性的木树 嗯 所以呢 依然是棋还很漫长的局面 很漫长 就是它但是它就是多了几颗子呢 黑旗上面呢自然也就是小了好多 对 对就不太好为了 假如就按打的话它有尖充 这也并不是太大 就没那么大了 对 并不是说白旗一点收获也没有啊 白旗拖了个三三 先占大厂吧 反正 现在呢可以说是 攻击再往下进行呢 也也不太好进行 是 而且呢因为黑旗这边还有 还有一些手段 点了一飞 比如说这样 这块空其实没多少 对 点了大概要接上吧 嗯 然后再飞 实战它就是先点的 嗯 就是拖的时候它点 白旗先扳了一手 再接住 是这样 嗯 那么呢就是说 抛弃这边不说啊 就是就像飞下来 然后这一跳 其实下面目数并不大 嗯 白旗眼界呢是这块空 现在这先手一飞 对 然后呢这个 黑旗呢就是这边脚和这块空 嗯 黑旗的空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 把这个脚 脚地 并且是把这个子处理好 是就显得很急迫了 现在是 但这步旗呢就是有可能走不着 将来 你走这个你显然人家不会硬吗 就这将来有可能是被黑旗走着 它就很大了 这步旗 在这边 所以说 这一带的空呢 就 不知道谁走着 能走着一下 当然很好 当然问题走不着 被黑旗走着的话 白旗飞这个不是完全的 绝对先手 这个缩水就缩的厉害了 嗯 黑旗 白旗拖的时候 黑旗先点一手 白旗搬了接 然后黑旗先搬这个 对 一下来 这时候不要随便糊了 白旗肯定要打上去 这肯定要拍上去 这就会损木树 是的 黑旗长 白旗拆 在这边搭了一个小房子还可以 哈哈 这步棋本来就不大旗 本来就是一步大旗 你不走的话 黑旗坚顶一下 你这个子跑起来比较辛苦 而且木树也被人家守住了 对 就是因为走完后 会发现这些子啊 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嗯 如果这边都没有 那将来就是 黑旗是一点一档 还是要被 黑旗再欺负几下 嗯 黑旗飞一个 黑旗来看看白旗的 苗头 先看看你先欺负你两下 看看你这个 你比如说你肯这样底下脱过 那我就先把你的空压缩一下呗 嗯 嗯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白旗要拖这边啊 嗯 当然是可以过 因为你扳是不行的啊 嗯 把它就断 断掉 这个黑旗想要主 主 主度 嗯 这个就没有办法 嗯 但是呢 黑旗就简单藏一手 然后爬过 哎 这时候将来还有个点的手段 对点一下 这个这就很难受了 嗯 也不能接啊 嗯 接它 嗯 先搬还是先冲 嗯 可以斟酌一下这个 哈哈哈 就这边是有问题的 这个搬一个好像 它已经无法抵挡了 这怎么办啊 它缩回去吗 缩回去这 这走一个 对对 这这这好像又垮了吧 要垮要垮 嗯 嗯 所以说 白旗要想要 看起来 因为觉得下面没有木 嗯 想安全的那个去防断 对 其实呢 反而可能不好 这时候一点 白旗 如果要接住 将来这颗纸要被刷 吃掉 那么呢 这还要 有 没有完全活干净的 这个 这里面好像招太多了 比如说这一袋 怎么怎么走一个 你就就 没剩几步 其实不熟了 还成问题呢 这会 反正至少是心情是很难受的 是的 这点一个就是站在那 嗯 所以得小心 要小心就是 人藏着刀呢 对 你觉得很安全的中国 好像怎么怎么样 我以为他压缩他一下 结果发现就是 都暗藏杀机 暗藏杀机 对 靠一个 所以说白旗这些 下的很强硬 嗯 他并不是说 呃 非要下一定要下这么强硬 而不是 他认为防守是不行的 对对对对 就你越防守 你越缩手 是 啊就是现在我从 断 嗯 那么呢这边就会设计到一个 有一个计算问题 嗯 就是黑旗是立下来成不成立 我在看他 他这样比如说 打结束 嗯 这好像也不太行 虎这个接住 好像都不太行 看虎这个他这被弯一下 那连不上了好像 对 这从哪连啊 从横连还是竖连都连不上 就反正接上吧 就接上吧 就接上吧 这这这怎么也连不回去啊 连不回去 你飞一个他就靠住 就靠住 嗯 那就是说这两块鞋杀气 这个好像 这我觉得黑旗杀不赢吧 对对 嗯 这个明显一看就是黑旗是 应该是杀不赢的样子 英雄气短 哈哈哈 气太紧了主要是 对 嗯 那么就打一下可能是一个熟手 如果要想杀气的话 就正常的话应该是 单力一下 单力这个尖弦手 这个跳弦手 可能会变化复杂一些 嗯 单力呢 你只能 对 你只能走这个 还是冲一个 嗯 都可以吧 嗯 甚至还可以点这个 对 有可能 甚至还可以点这个 都都都没关系 反正这边需要走一走 嗯 那么现在这个力也有可能是先手 是的 但是力完后这依然是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气 因为白旗的气太长了 对 所以不太好杀 如果要尖掉 嗯 这个 这个点 这个点 接住 好像 这得且算一会儿了 我是觉得黑旗的成算不是太大 黑旗成算不是太大 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经过具体的计算 对 这黑旗 这得且算一会儿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在边做个做个什么大眼想想杀气 对黑旗来说好像比较痛比较比较辛苦 不知道有没有打结之类的可能性 这个 打结是吧 就是 简单就冲 冲 哦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 如果说这样的话 这蛮行 看着也不太行 哦 你还可以接住 突然发现你是接住 接住 我觉得顶着度过 是不是会好点 但是好像气好紧 白旗气太紧了 不会气紧会气紧 但是杀气 好像不一定行 我觉得 谁不一定行 我以为白旗不一定行 这样 一定啊 黑的也不一定行 这能行吗 这样 可以我觉得 如果 但是你何必走这样呢 哦 就是如果走成这样是吧 对 这个是不是还亏了 亏气了是吧 这样把这个挤掉吗 嗯 对挤掉 这往这挤还是 待会往这挤吧 慢慢就是 嗯 冲掉 冲掉 就做个演员 这是什么形状 就是 但是 就挤一个 嗯 我们是白挤 白挤手 好的 贴上 哎 好像就把它 该收的气都收了呗 这好像 黑棋气不够是吗 黑棋啊 黑棋也没有 好像就是 哎 正好 刚好又打结了 打结了 打结 打结了 这个打结是不好说了 嗯 打结 打结起来就 打结就不 这对对 反正有变数了 有变数 嗯 白棋可以直接冲这个吧 然后再冲掉吗 对就是最下个熟一点 要挤掉 那不已经打结了吗 等下来 嗯 就是反正就撑这个结呗 嗯 是吧 对 嗯 这个白棋这样的 因为他气场 他有本身结 嗯 是不是这样 这个没有 嗯 你看这本身结还很多的 对 就是说不怕是 对就不怕 那就打了 嗯 这黑棋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材 现在 嗯 我觉得 我觉得白棋不担心的 嗯 这白棋本身结太多了 黑棋也就是这 这几个 几个结材 对 然后 这边都已经不是结材了 全盘没有任何结材 嗯 这样 他实战是冲了一个 白棋冲在这 就是黑棋还是立下来 对他是立的 白棋是冲的 嗯 那么呢 相信这个立下来的时候 应该他也是进入独庙的 对 可以打车 接住 嗯 那还是得 要在下面出棋啊 如果说出不了棋 那他全全损 对啊 那白棋的 这本来白棋这边就没有什么木 然后 嗯 没有棋你就全送进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估计 双方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 是不是应该用的差不多了 对对 进入独庙 进入独庙 如果要把这个地方算清楚 那还是有难度 是 因为时间太紧张了 对 如果有个十分钟的 可能坦白你能算清楚 嗯 他实际上是单走着这个 哦 他就保留着这个 对我们刚才白棋是点了 接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去起 好一点 但是呢就走到他 握住了 还是 嗯 呃 他还是尖了 因为这两个 如果你 先往回缩的话 这 反正都亏了 对 已经收不了手了 这时候了 这个肯定要这么走 这时候现在不能搬啊 这现在黑系这不下 搬了被断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跟刚才还是有点区别的 是的 刚才是 就先走掉了 刚才是这样 对 刚才是这个形状 对 然后呢 人家现在可以冲这个 嗯 嗯 现在他是等于是保留这个呢 这黑系其实下的挺好 你现在靠一个也不行 他就可以冲 打了冲 哦 是的 嗯 所以黑系这个 相对来说 他这个单走 比刚才那个下法好 哦 还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看来这个地方的计算是 不但是我黑系 白系现在应该只能单肩这个 人家是肩在这儿的 然后找到这器 啊 那就现在要比啥器了 就比如说如果说 单长 做这个 做这个是什么呀 嗯 嗯 就比如说我们 就这样吧 接住吧 接住 接住 背背 背一弯是什么 一弯一个是吧 嗯 那就沾上 沾上吧 沾上 就是这样比比气吧 你挤一个 嗯 就比气 那就把这个 我们一个个收 这个冲掉 一个个收 我这一下要 其实打掉吗 不用吧 不用 那我觉得黑漆漆不够 反正我就收气呗 对再收 收气 再爬一个 那不是死了吧 对 正好插一气 虎猪打完了一团 对 插得也不多 静静强行 秋老师 就算很清楚了 但是一般来说 呃 双方对撒的情况 也就插一气 对对对 经常被说 你我不就插你一气吗 对 你插一气你就死了呀 哈哈哈 然后这个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摆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就最简单的是 黑漆要插一气 嗯 嗯 嗯 那么它走走 如果藏这个 把鞋先弯一下 接住再搬 一样 挤的时候它接 对 跟刚才 那不一回事 刚才是一回事 对 就往后面收 反正都是黑漆插一气 反正就是插一气 对 这地方就要靠基本功了 靠基本功了 对需要计算 所以它无论并在这里 藏在这里 还是肩在这里 其实结果都一样 嗯 都是插一气 那看起来就 嗯 这个初棋不太成功 不太 如果说当初预料到这个棋 但是如果说时间没有了 它肯定这一下子 这底下能全算清了 也是不太容易 那这么说就是 刚才你点完以后 人家接到这也行 对啊 那如果这样也不行 对 是 好 我们看它的实战 这个深深序 那这已经回不了头了 回不了头了 对 现在下成这样还怎么回头啊 现在关键 想走一个打结也不太容易啊 哦 是 没有打结都没有 就是如果杀器的话 是没有打结的 你打结的话 你如果要搬一个 去做这样的结 那就是还好几期了 连结都没有 那还怎么 就很麻烦了 对啊 这棋已经没法操作了 这是 这如果慢棋的话 这种局面可能不太容易出现 但因为这棋 还是比较快 对 现在白棋下的也是比较 比较安全的下法了 就是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打结 但实际上呢 白棋可以翻吃这个 对 然后发现你跟结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这还下什么呀 结的时候它结束 然后你会发现这打完一冲 这人家是个双轿吃 这就带响了 把你全提掉 就是配锡所得了 就是把这个给 然后呢 白棋补掉 那么连这个尖都损进去了 是 这个黑棋补 这一下又损失惨重 损失惨重 如果说它之前 这时候可能还是一盘 对 差不多的棋 那么呢 这一下一发力 就把自己掉坑里了 对 棋还是得慢慢下 不要着急 就可能胜率差不多 其实你稍微掉一点 就30多的胜率 这棋还远得很 就差不多 30多的胜率啊 就是 如果说黑棋只有30多的胜率的话 考虑到它是天天无办的 对 其实就一样 它其实只差一目起 只差半目起 现在 那现在还早上 就是那么大的局面 你就半目能控制得住 对 那怎么可能控制得住 是 那么呢 现在这一下送进去这么多 好像 这起还没法下来急 对杨婷婷来说 这以后就比较好操作 是 这突然就全部死进去了 死进去了 好 关键将来这个管还先手 哎 这个太痛苦了 那 就还慢了一下 这一下可 可损的不是一点两点啊 就损飞了这一下 简直是 那么说 如果说刚开始 就是之前还 这个局势还比较复杂 还说不清 那么呢现在 黑棋是一系列的送死 可以说白棋应该是确定的 顺势 对 也不是优势了 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爬一个 爬一下 这是因为它不走的话 白棋拐下来是先手 是的 先爬一下 白棋跳 这是我觉得白棋拐一个都可以 已经无所谓了 对这个跳不跳也无所谓了 对 但是它跟它做也无也无防 嗯 黑棋要挡这个 看看你上面这块棋怎么样 总得找点机会 对对对找点头去嘛 是 是 好 白棋把这个长了 这个也巨大 对这个地方 肯定不会是 因为白棋头都在这里 这个实在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大家的理论就是觉得活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确实很容易 就没法杀的 这个离杀太遥远了 这件事情 跳一个 嗯 就像反正 找找点便宜吧 它也不是什么想干什么 嗯 就万一这个将来是攻击起来有点用处 嗯 看看你先走哪里 对 结果呢人家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哎 这个 但你这敢接上 我一跳就把你跳死了都恨不得 你这根本就跑不掉了 看这冲断冲断 我恨不得力到那去 我手完后终于挖不断嘛 对这都没有用 你冲我就长嘛 你都没地方跑 你往哪跑 跑了也没关系 他把这根子吃了 这根本就不是 这根本就不行 他往那走 对吧 就是本来讲你用厚式功力就很深厚 一看你我这么厚 你还要来欺负我 嗯 好现在黑鞋继续 跳一个 也没齐下了 现在是 这也不知道该干嘛去了 这都 白鞋跳 嗯 你越来越还要反制黑鞋 嗯 黑鞋好 开始要出手了 要不刺的话 这这块鞋也是无法攻击的一个状态 白鞋当然是在跳之前就已经考虑到 如果黑鞋刺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还是反冲的 最简单的一冲 你挡它就不错了 这一断 俩就不要了 这活起就好了 是的 必须冲出来 再冲 黑鞋长 长 是的 白鞋多冲几下 这几它不能挡是吗 挡的话它是不是 挡是它一断呀 它这个还冲了一段 哦 它待会就单冲一下或者打吃长 然后它包一下就行 对包一下已经活了 还可以再冲 这边还可以再冲 这个都线索 那这很简密 而线索活了 已经很简密 它就觉得你这个冲也不能挡 对对对对 你要想杀棋子能催起来 反正它这就是 路都给你已经想好了 你下1或者2都不行 冲 这就下得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简单明了 可以说是 其实优势的时候就应该这么下 对 如果你要立的话 它这个变成了线索 是的 这下最简单一尖 完全就进活了 很清楚 所以黑棋是不愿意 奋不顾身的挡住你 但是这个冲怎么挡呢 这个挡的 打完了 把这个挡死了 对对对对 就是一冲它挡不住了 是这样 刚才那个力也不行 力它这个 它冲完它还是可以冲断的 反正都是不行 反正都是黑棋自己反正有毛病 都已经给你想好了 就是你怎么硬我就怎么下 所以黑鞋射手肯定不能挡 所以黑鞋射手肯定不能挡 挡是明显看得见的 这两打一盖 是的 三个删了掉了 这冲挡不住的 它只有倒出 这还咋整 倒出黑鞋射手 黑鞋射手肯定不能挡 对 就是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 就这样一个 你冲吧我就立下去 你搬我就接上 也没关系 你接上不行 我就护一个 这多简单 卷明 因为你这吃掉以后 它这个也能抒刮你一下 不过黑鞋好歹呢 也算吃掉点东西 所以比起那个 什么都没有收获了 这个就太丢脸了 待会我看这个白鞋 它提掉不是一只眼吗 街上有鞋射一个眼 它待会沾上鞋射的话 这整块鞋 待会再刺它一下 是不是还隐隐约约约 还没有完全好 看着还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但是白鞋是打上了 就是杨领馨认为 就是我反正把这救回来 我也是轻松火起 没必要去走得这么复杂 一起断一下 对 因为再走的话 它还是要打 但是必须先断一下 才能把这个包进去 拿住 提 就提掉了 打吃一下 接上了 接上 然后这个必须要接上 这个因为下面一打这一粒 这个要 要反差黑系 所以它只能接住 活一个 这个一看白鞋活的就比较清楚了 你这还要杀我们两只眼给你瞪的圆圆的 对 你看 你如果破那个眼我就爬完一坐 我都不跟你说外面的断点的事 我两只眼你总要看清了吧 你如果挡到我就弯那个 我全活的 反正就是活棋 对 活得这么清楚 你还想杀我吗 这白鞋目的就是活棋 对 我只要把这个做出来就行了 好 黑鞋 反正的要求白鞋要 就是 弯回去 但是这是 对他们告诉来说 在活棋之前先把这个接回来 那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次序 这这都是线索 这都粘上了 所以说 想要杀白鞋是基本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些可能性 没有这些可能性 黑鞋管一个 白鞋不依不饶 还要刺一下 他刺着这一下 好像就彻底就接不出来 如果没刺着的话 假如直接做活 黑鞋好像是有可能接受 因为这边有子了 不一样了现在 但是白鞋可以先办一下什么的 做点准备工作 做点准备 应该那两个子可能也比较难 不过他这个能刺招的话 他只有好处 对刺招一下 我们看这个骑形就是 如果说摆成 不管你是沾上 我补一个就完了 然后你再沾 你就再也跑不掉了 再沾我一跳 正好是一个就是连着的骑形 就在冲的时候也挡住 这个断不了 对是的 是这意思 冲我就长 再冲挡住 你再断这个 那我扛住你 搬住你 真死了没真死 真好没真死 没真死 你气不够 你是怎么操作的 我还真不好操作 你好像横竖的 我们摆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 如果冲 假如说我 我做这个 我常被你冲断了 不行是吧 不把气贴过来 肯定黑的就不行了 对 这是最简单 但是刚才邱老师说是一定要想杀 要搞一下这里 前面说这些铺一打就是打结了 对铺了一打是打结 刚才这个图 不是现在人家铺了打了 这都两下一结你就死了 对 这个是应该 眼睛有点花 这个你没必要 那我就尝一个 那我就尝一个 那就这样尝过去 这样最简单 尝一个他 他把你只能抽 这样对 你再顶 再顶 再顶 这个是最简单 再顶他还只能盖住这个 然后你下面再补一刀 这死得太清楚了 本来赢10目 现在可以赢30目 然后点的时候黑棋是外靠的 外靠 因为现在黑棋接触白棋补活 相当于是安乐死了 对没错 白棋他实战在这贴了一下 他这因为有这个冲 这是完全的不怕 是的 他这冲过来黑棋已经躺不住了 真是干哪边都不行 现在挤这个 挤这个吗 记住 把你这个 看这样的话 那我就弯在那呗 会好一点吗 啊 弯一个你反正也要破了我这个眼 是 但是人家在这可能有用 哦 好 就顶这个是吧 我觉得好像 这也不行 也不行 这怎么吃 好像也比较比较 就是觉得比较清楚的那种不行 是 没什么可挣扎的地方 再冲一个 再冲一个 就好像没办法了 嗯 要盖这个的话 他拐出来 这个都是线索 嗯 就好像 这也不行 也不行 这怎么杀呀 怎么杀都不行 怎么都是不行 痕也不行 术也不行 反正是 嗯 所以 搬一个 贴的时候他搬这个 嗯 然后白皙 所以完 这个反正吃得很清楚 对 这时候如果你在 你一定要小心黑皙这个挤了 把白皙杀了 白皙把自己补活 安全 补活了现在 现在反正你这两个连不回去 这个有段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冲 冲 黑皙锁得了就是这个扇 把中间这个刷 冲一下 哎 但是呢 白皙获得了那个 邱老师说的这个 因为你不走的话 被人家飞一个还是很大的 对对 确实这部型特别大 对 现在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关子 把这边剃掉 对 要剃掉白皙把这个拆衣 挑一下 这是线索不准的话 它是断线手 然后中间有断 黑漆的运营手 再把这个拐回来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黑漆现在 长了一下 长了它就接受 接受 拌一下 拌一下 白漆就拌了 这是最后一手漆 最后一手漆 拌到这儿实在是没有 心心再下下去 这漆已经差很远了 对 差很多了 就说这个琴 给我档上发исс governor 展介证 这三五 就算这样 就算是这样 这个一看 二四 六 二十 十二十 十六 十八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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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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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五 Pandemie 三十四三十六 大概40多摩 50摩 就是黑鞋大概50摩 白鞋55摩 这时候白鞋排面都领先很多了 所以黑鞋也就没有再坚持了 只能说这一代的下法 就有点让人吃惊 本来这鞋还且下着 就早得很了 这是至少时候 这飞一下突然就一下子就不对了 这一下损失惨重 但是无论怎样 我觉得这盘也是 杨领先一盘好局 也算是一盘完胜 没错 就是之前虽然说双方都是 不是说特别最百分百的 但是白鞋没有下什么坏招 然后黑鞋一旦是一着急 一立马上就被抓住了 一下就根本就犯不过生来 直接就致命了 这里折损失太惨重了 这个木这可插不起 这光煎这一下 就不知道损了多少木出去 这一下 所以这个局部一下完 可以说这个基本上这棋局就已经结束 对 我们要恭喜梁立新获得了七年胜 追凭了农兵的历史记录 也希望再结再理 将来后面还继续来个九年胜 直接一杆青台了是吧 明天他将迎战日本主将 锦山玉泰的挑战 那么明天结束了之后 这个就要留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最后 明年二月份 到上海去决斗了 所以说朴廷怀他是不会再上了 但是估计轮到他上的时候 他又是压力山大了 好 那我们希望明天杨鼎心有更出色的发挥吧 好 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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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